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加工一个作品 打开机器以后状态是复位 我们要按复位键让控制器出于就绪状态 按到页面到文件选择 我们现在选择加工这个弧的TAP 我们是一个四六牌子 然后我们可以先按循环自动 对代码进行解析 代码解析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分析我们那个加工代码 能否被我们那个控制器正确执行 有没有不能执行的代码 然后另外一个作用就是 可以根据我们的解析以后 可以根据图形的大小 在实施绘制道路的情况下 自动调整那个显示比例 现在我们看到解析已经完成 说明我们那个这些 这个文件的基代码都可以被正确执行 有时候那个第一次解析 可能图形显示的比例可能比较小 那个都是正常的 只要文件正确解析过就可以了 第二步我们就要调整那个 刀具到弓箭的表面 这个可以通过手轮按键等可以 可以调节 现在我们把那个 刀具调整到弓箭表面 好了调节完成 把刀具调整到弓箭表面以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清零操作 按第二功能 然后按 制灵 然后全轴制灵 好 制灵完 以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对刀 我们进行一个对刀操作 如果有几个刀路的话 我们可以便于换刀 进行刀具补偿 好 我们现在先按第二功能 然后 对刀 由于我们设置是固定对刀位置 所以说刀具就会自动移动到 刀具位置 对刀完成 对刀完成以后 然后回零 全轴回零 然后现在回零以后 停留在Z轴安全高度 然后我们现在 可以按 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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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